怎么去治疗它 用什么样的药物 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方式 临床上最常用到的方式 一说到这个疾病 全中国的只要是学过中医的人 都知道有个方式 而没有学过中医的 大多数老年人也知道这个方式 一些中医爱好着 看看书也知道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叫做千正三 歪了嘛 你看歪字就是不争嘛 你歪了 我给你拉过来 给你拉正了 不就行了吗 所以这个方式的名字 就叫了个千正三 它有三味基本药物构成 第一味药物叫做白富子 第二味药物叫做江蝉 第三味药物叫做全歇 白富子是个化痰的药物 白富子这个药物的化痰作用非常好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边一用到 一说到痰的时候 一说到诗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前边常常用的药物是班蝦 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又给了大家一个白富子 半蝦和白富子这两味药物都是化痰的药药 在化痰方面他们都是什么 行家离手 但是 不一样 一个练的是内功 一个练的是外功 半夏这个药物 它练的是内功 所以半夏这个药物它化痰的时候 它化的是脏腑的痰 比如说 脾失了脾虚了 圣城的痰 比如说飞里边有痰 脏腑的痰 常常用它 白富子练的是外功 它化的是经络之痰 那么这个地方的痰在哪里 阻塞 经络 所以当然在这个地方一定用的就是白富子 所以白富子这个药物在面痰这个疾病当中是永远少不了的 永远少不了的 第二个药物呢叫蒋蚕蚕蚕蚕这个药物是什么 大家可能有些人养过蚕 可能有些人也见过养蚕 就是在养蚕的过程当中有个别的蚕 最后那个蚕就死掉了 死掉了 肾上长了一身白毛毛 而且那个蚕还僵硬了 还僵硬了 其实是那个蚕发生了一种疾病 叫白花冰 通神面体是白色的 就和什么 和抹了一层白灰一样 很硬 既然是硬的就是僵的嘛 惨默就是那个东西 全蝎不用说 全蝎就是蝎子 全蝎就是蝎子了 但是我要告诉同志们 你如果用蝎子去治疗这个疾病 那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承担不起这个价格的 现在蝎子这个药物啊 在一般的药店当中 一克可能就会卖到七八块钱 那么折合下来 这一只蝎子可能就得两块钱 三块钱了 因为那个在农村里边 有抓蝎子的 那些小孩还有农村 有些人闲来没事 熟天到冤地里边就去抓蝎子了 据说抓一只蝎子 有人到那地方去收的时候 一只蝎子就要收到一块多钱了 所以那你说你要跑到 跑到这个这个药店里边 他得夺归 当然有些老百姓也讲了说 就一个烂蝎子吗 为什么就那么贵 你必须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二十年以前可能抓一只蝎子 一毛钱就可以了 而今天抓一只蝎子 一块钱并不高 因为他也是个劳动力 劳动力就是有成本的 是吧 二十年以前我们当个农民工 出去到拱地上去搬砖头 一天挣个三十块钱 今天当 今天去到那地方搬个砖头 一天没有一百块钱 人家不和你搬去 是吧 所以人家在那拱地上 每天去打工 那一天可以挣一百块钱 是不是 我们现在前面有很多同志 你每天请我的课 也许你坐到家里边一天 还挣不少钱呢 对吧 劳动力是有成本的 那人家农民在村子里边去抓个蝎子 人家一天不抓一百条 一条蝎子卖一块 人家一天得抓一百条蝎子 才能卖到一百块钱 这才能折合人家劳动力的成本来 所以不要看现在的要重要的影片是有点贵 因为它是天然的 它的劳动力是很值钱的 是不是 所以它的价格一定高了 但是呢 它的价值并不一定非常高 这个道理大家都得懂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所说的那个东虫下草 虫草 贵的要命了 是不是 一公斤 好几十万 上百万 还不一定把下针的 为什么那么贵 它真的有那么高的价值吗 不是 它的价格高 为啥呀 太少了 物以稀为贵 所以全歇呢 我整整有二十年不开全歇了 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太贵了 我们的老百姓承担不起 那么我们用其他的去代替它就行了 这是这个房子里边 签证散里边 全歇太贵 咱们不用它 那么我们用它什么 既然它要活学化育了 要苏通经络了 能够苏通经络的不是全歇一个 不仅仅是蝎子在地下跑 是不是 谁也在地下跑了 蚯蚓嘛 那我们把它叫做地下跑的小龙啊 有人说蚌蚓 有人说蚌蚓也是 对 蚌蚓也可以 但是蚌蚓的毒性要强的多得多 蝎子蚌蚓 这都是武侠小说当中制毒的东西 而且那个东西呢 价格也不肥 挺高的 地龙便宜 地龙很便宜的 而且效果绝对比他们不差 所以咱们用效果还有的 价格还便宜的 简便连 这是我这个人的 做人的原则 又简单又方便 还连加 最后还能把病治好 何乐而不为难 是不是 所以这三味药物 就取了他的意思了 驱风 三寒 活血 铜乐 那么好 只要驱风了 加个防风嘛 是不是 防风防风防风嘛 那么既然正气不足了 加黄旗嘛 是吧 那么既然有了谈了 如果我们嫌他的 弹的力量比较弱 怎么办 我们给他再加一点嘛 谁呀 胆男星啊 男星也是个化弹 很好的药物 但是男星是有毒的 我们把男星 用牛的胆质 猪的胆质 或者熊的胆质 把它一炮制 他就没毒了 急没毒 而且还能化弹 是吧 那么什么原因 导致他发生这个疾病呢 面神经麻痹 把它叫做什么 进入土 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 非化弄性的感染性疾病嘛 所以从中医里边来讲 他还是有点热血的 还是有一点热血的 所以这个胆男星 它是清热化弹的 地龙也是清热化弹的 极取了他的清热之性 又取了他的化弹之性 还取了他的苏通经络之性 这不是一石三鸟吗 是不是 所以这样用药才能用得更好 所以加个胆男星 是吧 如果病情再严重 那你还可以里边讲个陈屁半下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忘了 要活血 活血用什么去活 单身 穿熊 也可以用点吃勺 还不要忘了谁啊 调和盈味 调和盈味 调和盈味用谁去调 很简单 贵芝麻 生白勺嘛 用他两位要去调和盈味 这样下来 我觉得效果就蛮好了 但是同志们要注意 那为什么这个人胖人得这个病 我们说肥人多贪 那他为什么胖了 是不是 他为什么肥了 他每天吃肉吃的肥了 不是 那有些人喝凉水还肥呢 所以他为什么肥了 为什么胖了 哪出问题了 脾吗 脾胃 胜痰之源 所以必须在这里边 用点 即能够化痰的药 又能够见脾胃的药 还能够活血的药 有没有这一药三药的药呢 当然有 很便宜 效果还非常好 你看 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三个眼 最后的一个眼就在这 小小的不起眼的一个三杂 夹到这里边 行家离手一看 就知道这个药物是干嘛去了 一般人一看还有一点莫名其妙 这个病为什么要加这个药啊 为啥呀 理论很深刻 痰从哪来的 痞虚生痰 还有这鱼 急化痰又趋于还活血还肩脾 为什么你不用它呢 用它是不是效果更好啊 好了 这就是对面神经麻痹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的祖方 告诉大家计量 白富子 六克到十克 江蚕六克到十克 地龙六克到十克 防风六克到十二克 治黄旗用量 一开始的时候 患者刚发生疾病的时候 用量小一点 越往后边走 用量可以用的越来越大一点 我有时候在临床面对这种病人的时候 我有时候给他用到六十克 一百二十克的用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用那么多 用多少 十五到三十 胆男星六克就可以了 十克 单森十克到十八克 川雄六克到十克 桂枝三到六 生白勺十二到十五 生三渣可以用到十克到十五克 口服的 内服的 就这样去用就可以了 啊